梅根真会讨好卡米拉,使用同款手提包包,网友,他们就是一路人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不是善茶,参加完伊丽莎白女王的国葬,回到加州后,立刻宣布继续爆料 哈里王子的婚姻并不成功,梅根成了牛皮糖一般的存在,成了英国王室的噩梦 前王妃梅根真会讨好卡米拉,婆媳使用同款手提包包,网友纷纷感慨,他们原本就是一路人 这两个女人可不简单,直接把英国王室搅得天翻地覆 英国媒体翻出了一张老照片,梅根居然跟卡米拉用同款手提包,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一直以时尚著称,为什么会跟奶奶背的人用一样的包包呢 其实外媒早就提包,梅根和卡米拉并非时尚品味相似,而是刻意讨好的结果 当年梅根还无名无分,只是哈里王子的女朋友,身份地位自然没有话语权 为了尽快融入王室生活,梅根只能处处伏地作小,并且首先讨好的人就是卡米拉 虽然大众不待见卡米拉,但是梅根却极其尊重这个祭名,很快找到了关系破冰的突破口 从王室老照片就能看出,梅根和卡米拉都使用过一款绿色的包包 这款包由德梅利耶伦敦设计,来自时尚品牌Demalia London婆媳不约儿童都选择的森林绿 媒体很快扒出了更多细节,售价只有355美元,属于比较亲民的包包 既可以手拎也能斜跨,甚至可以营造出晚宴包的感觉 时尚简约又大气,卡米拉虽然已经是奶奶背,但对时尚还是很有追求 居然跟梅根使用同款包包,这款包由奢华的牛皮制成,做工精细又考究 堪称衣柜中的经典单品,四年前梅根参加威尔士文化和遗产的活动时 背的就是这款包包,身穿黑色套装搭配绿色的小包 给人一种活泼灵动的感觉,不愧是英国王室的时尚女王 当时梅根跟哈里刚刚订婚,并没有直接被王室接纳 因此必须小心做人 苏塞克斯公爵打扮的清明又时尚,难怪备受年轻女孩的欣赏 纷纷模仿梅根的穿搭 卡米拉很喜欢绿色系,很多大衣和包包都是绿色系 经常身穿翡翠色的礼服亮相 两年前出席切尔腾纳姆节日 卡米拉背上梅根同款绿色小包,立刻引发了热议 值得一提的是,梅根只背了一次绿色小包 卡米拉却爱不释手,多次搭配这款单品 难怪不少网友纷纷感慨,梅根和卡米拉简直就是一路人 居然连穿衣打扮都这么惺惺相惜 事实证明梅根不简单,当初整个王室都不同意这桩婚事 依旧可以顺利嫁给哈里 在偌大的王室中,只有卡米拉最不受待见 因此成为梅根最先拉拢的对象 卡米拉虽然不被民众接受 但是仗着查尔斯的宠爱,王室地位比我们想象中高得多 只能说当年梅根很有心机,跟卡米拉背同款包包 用这种暗戳戳的方式套进呼 轴里关系虽然很紧张 但是梅根却跟卡米拉有很多共同语言 佛习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其实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看 卡米拉和梅根境遇相同 虽然备受丈夫的宠爱 但是民间支持率却不高 其实英国王室内部也有派系 梅根忙着讨好卡米拉 凯特却只认可戴安娜 从很多公务照就能看出 梅根在卡米拉面前伏敌作小 实在是令人气愤不已 凯特王妃连续11次佩戴珍珠蕾 就是希望向戴安娜王妃致敬 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难怪大家都觉得 梅根和卡米拉是一路人 从三观到严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虽然梅根处处讨好婆婆 但是卡米拉似乎并不领情 根据王室专家汤姆鲍尔爆料 卡米拉私下称呼梅根为风丫头 甚至还认为她是麻烦制造机 因此婆媳看似关系不错 但也有点塑料感情的意味 大众纷纷认为 梅根和卡米拉就是一路人 天下的乌鸦真是一般黑 谁也没有资格嫌弃对方 卡米拉行事一直比较低调 虽然婚前劣迹斑斑 但是自认为自己已经改邪归正 因此看到四处爆料的梅根 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了鄙夷 想要跟这个疯疯癫癫的儿媳 划清界限 这对婆媳真可谓臭味相投 难怪会使用同款包包 凯特王妃自然要避之不及 唯恐跟他们走得太近